因气候变迁,农粮鼓励农友投入设施的栽培 提升设施农业生产技术 也鼓励台湾国产大豆产业自主 农粮鼓这次特别到了云林县参访 除了视察作物之外 也希望让更多国人认识国产的优质农产 农粮鼓特别率团到云林县赐同乡参访 针对食农场域和新型温室 视察农业种植和加工情况 农粮鼓近年来积极辅导国产大豆产业自主 希望提升国产大豆的品质 我们为了提高我们国内的粮食自给力 我们也辅导大豆策略了我们这些合作设厂 然后加强他们的机械化的设备 大豆的生产属性大概跟水稻一样 就是已经几乎99%以上都是机械化 所以在转型的过程中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为了产出优质国产大豆和稳定供应链 并提高台湾大豆进口替代率 也鼓励农友利用智能温室 不只帮助大豆 也帮助更多叶菜作物生长及保护 农民只要拿这个 他的土地所有权状 就可以来跟我们的分属来申请 那我们就会来审核给补助 利用生物防治物理除虫等技术 还有标准化生产线 提供消费者安心又优质的国产农产品 三星文 廖宜德 云宇报